《國家安全法》 不因為香港二十三條 無法立法而立 而是國家需要有這些法律 任何國家都需要有這些法律 《國家安全法》是一個大框框 它本身沒有一個具體執行的條文 全部說的是原則性的問題 就是某個領域要保護 對於港澳 它只是說香港和澳門是有責任 保護國家安全 完全沒有內容 所以《國家安全法》 是不可能經過附件三 在香港執行的 還要逐項研究才有法律出來 就算它們做了出來之後 我們香港亦是自行立法 任何的法律就是權利和責任的平衡 譬如說到言論自由 我們在國際上的規矩 國際公約都說 你言論自由有兩個限制 所有的自由都對影響別人的自由 對影響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是一個平衡 但是另一方面 在香港的情況之下 一個人是完全受普通法方面的保護的 不是說可以任意妄為 不是等於你可以去保護國家安全 如果下司機裏多數就能 task 確保就會乾堂 會不會後廠 是否則會被防止 這點是真正的 我們達到餘下的 這次是很Object 糟 是否